川化园林农工旁的榕树下 有一个飘香60年的煎饼摊位 老板徒手翻名的绝技 也被大家称为是火云掌 煎饼物美价廉 一块只要7元的铜板价 是当地CP值超高的美味小吃 但最近顾客却发现摊位不见了 一度以为老板退休 原来是因为要做人行道 把榕树砍掉 老板不得已只好搬家 把长大的红豆饼高粒菜饼 放进煎台邮间 老板时不时徒手翻面 把饼平煎得金黄酥脆 老板就是人称的彰化火云掌博 60年来练就的铁砂掌不怕烫 原本摊位摆在园林农工旁边的榕树下 最近突然搬家了 一度让老顾客以为老板退休不做了 因为一开始买就是在园林农工那边买的 习惯在那里买 两个四件砍掉 不得以财来作便 原来是学校进行人行道改建工程 两棵大榕树要砍掉迁移到校内 煎饼摊位只好搬到距离300公尺的地方 他舍不得离开那边 怎么说 已经在那里要书年了 很多人接到 最好 我就是看到7块钱 煎饼咸甜两种口味 一块都只要7元同板价 是当地CP值超高的国民小吃 现在老板换了摆摊地点 要继续将好味道流传下去 叫大楼茂张华报导 大楼范